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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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加剧了内斗 这样一来 华山派不但未像后来的松山派左冷禅那样团结派中仅存的高手前新研究 去还原失传的剑法 重振华山 反而在继续的内斗中 让华山派武学一落千丈 逐步失去了五岳之首的位置 这时候 年轻的风青羊因不想陷入同门内斗的这潭浑水之中 于是愤而下山 闯荡江湖而去 然后就在机缘巧合之下 学到失传已久的独孤九剑 因之武功大尽 再加上他行侠仗义 很快便想名于江湖 后来风青羊的声名越来越响 在剑气之争与落下风的华山派剑宗同门 发现有了风青羊这样一大得力干将 想借风青羊之力一举压倒汽宗 就与汽宗约定了决斗的时间 并开始寻找风青羊 想将他召回师门 然而 畏惧风青羊的汽宗同门同样在寻找风青羊 并先于剑宗查清了风青羊的行踪 为了阻止风青羊回华山参与决斗 汽宗同门精心设局布置了一场骗婚陷阱 成功将他祭绊在了江南 等风青羊赶回华山之后 两宗已经完成了火并 剑宗一脉好手伤亡殆尽 汽宗虽然占了上风 但同样损失惨重 因之为救的风青羊就这样退隐了江湖 冲续道 当年武林中传说 华山两宗火并之时 风老前辈刚好在江南取亲 得训之后赶回华山 剑宗好手已伤亡殆尽 一败涂地 否则以他剑法之经 倘若参与斗剑 汽宗无论如何不能占到上风 风老前辈随即发觉 江南取亲云云 原来是一场大骗局 他那岳战案中受了华山汽宗之托 买了个妓女来冒充小姐 将他羁绊在江南 风老前辈重回江南岳家 他的贾岳长全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 江湖上都说 风老前辈恼怒羞愧 就此自吻而死 新修版《笑傲江湖》第三十回 在阿浪个人看来 风青阳是一直不愿看到同门内斗的 因为他十分清楚 如此相斗 势必更让华山的武学更为没落 因而他所羞愧的 不仅是遭受到弃宗同门的设计 更是因为自己没能及时阻止这场同门内斗的火病 不然他若也是固执建宗一脉理论之人 看到建宗被契宗如此压倒 自己还是被契宗所设计 那他肯定不会放过契宗同门 以他的武功 又何具同样已经元气大伤的契宗好手呢 他没有压倒契宗去重振建宗升威 而是选择就此退淫 就是因为他不想再看到同门内斗的事 契宗主事也好 建宗画室也罢 他不想再因他的存在 而让建宗同门有了依赖 继续与契宗进行内斗 为断建宗同门所剩弟子复仇的念想 封青阳装死骗过了华山同门 也骗过了武林同道 自此归隐在华山的思过崖畔 也是这样江湖上才会有说他恼怒羞愧 就此自吻而死的传言 二封青阳为何要选择隐居思过崖 阿浪个人认为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是为了思过 二则是有心愿为了 思过崖正如其名 就是静思己过的地方 后来的灵狐冲就是因犯错 才会被岳不群罚到这里思过 也是在这里思过 他才用机缘见到封青阳 而封青阳也确实要思过 若不是他太义相信他人 被情色所败 以他之力定能阻止两宗活并 那么华山泰在五岳建派中的老大地位 自不可能会轻易被后来的松山泰所替代 华山武学更不会自此而没落 选择思过崖来隐居 随时忏悔前过 提醒自己的心愿未了 再恰当不过 而且思过崖也确实是 封青阳能了却自己心愿的最佳地方 林狐冲 寻思 风太师叔这些年来 一直在思过崖叹隐居 原来是忏悔前过 想是他无面目见武林中同道 因此命我绝技不可泄露他的行踪 又说从此不再见华山泰之人 他一生遭遇极惨 数十年来孤单寂寞 待我大事医了 须得上丝过牙去陪陪 他说话解闷才是 我线下已部署华山泰 去拜见他老人家 不算是不尊主妇 新修版《笑傲江湖》 第三十回 风青阳尚有什么心愿未了 自然就是找到继承人 练成自己的绝学独孤久见 继而去重振华山生威 这也是风青阳隐居 思过牙最大的原因 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心目中的继承人 而怎样的人 才算是他心目中理想的人选呢 那自然不是拘泥不化 食骨不灵 末首尘规 偏执己见之人 毕竟这样的人 不可能会放弃固有的 见弃之分的观念 只有形式作风潇洒 心胸坦荡 不拘一格 并起门户之见的人 才能继承他的一致 去消除剑气的纷争 团结一致 重振华山 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练好他那不拘于尼 变化多端的独孤久见 为了寻找这样的继承人 他暗中考察了华山派的所有弟子 包括岳不群等人 都能是他的考察对象 而思过牙人既罕至 正好就给了他藏身之所 不亦被人所知 而且到思过牙之人 必定是犯过过错的 这种过错最有可能 就是不听师命 顶撞十股不化的 气宗掌门之人 这样的人 却最有可能 就是他所想寻找的人选 就像后来的灵狐冲 阿浪一直认为 风心羊之所以现身 见了灵狐冲 就是因为他已完成了 对灵狐冲的考察 灵狐冲经常被岳不群 拔去撕过牙面壁 风心羊对华山派的这个顽图 太了解不过了 只听风心羊 遇到岳不群的小子 当真狗屁不通 你本是块大好的材料 却给他教的 变成了蠢牛木马 风心羊向他凝视片刻 微微一笑 道岳不群的弟子之中 居然有如此多管闲事 不肯专心学见的小子 好极 妙极 灵狐冲脸上一红 盲躬身道 弟子知错了 风心羊微笑道 没有错 没有错 你这小子心思活泼 很对我的脾胃 心修版 笑傲江湖地试回 也正如风心羊所料 灵狐冲确实是他一直想寻找的理想继承人 灵狐冲不但甚合他的脾性 更有过人的武学天赋 是块尽可雕刻的仆玉 短短时间便能感悟他独孤九剑的惊药 虽未能大成 但也是限于时日 最重要的是他的这门绝学 却从此有了传人 而后来的灵狐冲 小说中虽未写他重振化山派 但是也为武林正义多出几例 也是没给风心羊丢脸了 其实风心羊这个人物 就是金庸先生在恰当的时机 创造出来传公灵狐冲的恰当人选 将他安排隐居思过崖 并完成传剑的任务 一是为了让灵狐冲武功大进 二则是为了从侧面 存夺出灵狐冲潇洒豪迈的行事作风 此时的武林正道 需要灵狐冲这样的人 只有像他这样心胸坦荡的后起之秀 才有可能真正坚单维护正义的重任 也才有可能团结像方正和冲须这样老一辈的高手 去共同阻止武林中左冷禅之流那样邪恶之人的阴谋诡计 而且已曾被阴谋设计的风心羊 去传剑肩负对抗邪恶之人阴谋重任的灵狐冲 让他明白人世间最厉害的招数 不是武功而是阴谋诡计 再恰当不过了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内容是否喜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